答应嫁给我吧 走 扯这儿去 钻左 钻左 钻头左 就是我没有错 节目的标志 还有我们的台标 真的 小蝴蝶 我没为你改变 我和你不懂 别说我不懂 只有你不懂 稳稳的 对吧 对 对 是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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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装广播电视总台 要是综艺频道 为您特别奉献的 大学互动游戏类节目 幸福账单 我是训宝 我是月宝 还有我们的福宝 来呀 小心 来呀呀 小心 又宝宝 好可爱 我们每一位选手 都是福宝选出来的 棒棒的 来 接下来 福宝选人时刻 保障人末日根 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末日根 如果这个球进的话 游戏结束 现在已经到了赛点 好的 好的 保稳了 好的 好的 保稳了 反面 平时 好的 保稳了 不着急 着急不着急 恭喜莫尔根 积累了五千元幸福基金 继续法官 他的对手究竟是谁 让我们拭目以待 福房选人时刻 三 二 一 停 美丽三雅 浪漫天涯 二十五度阳光流淌在脸颊 海天一线 追逐浪花 卑微十八度空 起呼吸射暗霞 夜风海云 男孩观影 路回头的爱情 是美与传奇 购物天堂 免水shopping 中国的男孩命 主动放下威仪 我爱你 三雅 我爱你 三雅 在上你爱着她 快来吧 我爱你 三雅 我爱你 三雅 在上爸爸和妈妈 还有宝贝 快来吧 来吧 认识一下这姑娘 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俄中华 大家都叫我小贝老师 我是一名来自海南三雅的旅游推荐官 旅游推荐官 我觉得三雅不用推荐 大家都想去 太有名了 太喜欢了 鸭肚小 就是在大家熟知的眼中 好像三雅有阳光 有沙滩 有海浪 有椰子 有海蝎 对 是的 是的 就我刚刚唱的歌一样 对的 然后呢 但是大家其实还是不知道 三雅其实有一个别名 这个别名的来源是有一个神话故事 怎么讲 就是传说在古代很久以前 有一个黎族的青年 他是一位猎手 然后他有一天 他就追赶着一只鹿 从我们海南的五指山 一直追到了南海之冰 然后在这个时候 就在一座山的上面 然后那只鹿 它突然前面是悬崖 是大海 它没有鹿可以走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回头梦然回首 梦然回首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那个黎族的猎人青年 然后他就看到了这只鹿 回头的样子 然后就心生怜惜 然后就决定了放下这只剑 然后呢 这只鹿突然就变成了 一个美丽的黎族少女 对 不说人还得善良啊 对 然后从此之后 他们就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所以三雅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鹿城 鹿城 对 这就是我要想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三雅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景点 叫做鹿回头 也是鹿回头的来历 所以在鹿回头是不是 也代表着爱情幸福美满的 对 迅姐说的非常对 就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年轻的男女 她们想要约会 想要求婚 然后都会选择我们的鹿回头 因为鹿回头还是一个来三亚必打卡的地方 对啊 因为它是我们整个海南的最高的一个雕塑 它在上面能够俯瞰到全三亚的美景 是打卡的一个绝佳地点 然后呢 最最重要的是在前不久 咱们三亚的那个民政局的婚姻登基处 直接在我们景区 然后拉开了帷幕 然后我们可以在晚霞的时候 看着美景 现场来个求婚 直接可以去领证 对 是的 这流程多好啊 对 这简直是一辈子我觉得 最最最最难忘的一种记忆了 答应嫁给我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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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领证了 这么快 是的 真好啊 就是三亚是我们全世界 非常知名的一个旅游圣地 但是现在的三亚跟以前是大不相同了 好久没去了 所以我想采访一下两位主持人 就是在你们眼中 你们感觉的三亚以前是个什么样子 我觉得就是过日子 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带着妈妈一起 哦 也可以啊 所以我们很开心的事情就是 不是去店里吃海鲜 就是买了海鲜 自己做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煮一下 然后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那是反正我情义当中 很温馨 三亚的样子 我是觉得放松 对 在那里彻底的放松 阳光沙滩海浪 什么都不想放空自己的大脑 在那晒太阳 就是完完全全工作了一年之后 把所有的烦恼是清空 三亚还是个发呆的好地方 对 就是好像大家选择来三亚旅游 别的地方替代不了 非常无与伦比的地方 是的 因为这次我不是来到北京吗 人家说来到北京不到长城费好汉 对不对 那么其实我觉得来到三亚 其实不去天涯海角打卡 也是一种浪费 就大家熟知的概念里面 好像只有那两块石头 但是我们随着自茅港的建设 我们乘着自茅港的东风 我们现在天涯海角的景区也大不相同了 真的吗 对 非常的时尚 非常的年轻 我们可以骑着马在沙滩 然后各种打卡 还有在海上冲浪 然后还有每年有很多的新人们 可以选择到我们的天涯海角时去结婚 办婚礼 刚刚我们说在路回头可以领证 然后马上可以到天涯海角 直接办婚礼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现在特别流行的 直接结完婚之后旅拍 对 拍照 对对对是的 就在沙滩上拍红沙照拍旅拍 太漂亮了 来一起看一下 看看我们的旅拍 哎呀妈呀 这个就是在路回头 对他可以一起看 三生三世就到三亚了是吗 神话故事 哎呀 哎呀我们三 哎呀天涯海角 一定要三个人 我们穿着眼泪也是在天涯海角 对 对了 这个刚刚说到年轻 这么帅 这是谁 这么帅 这是谁这么帅 这是在哪里 这个是我们就是亚沙会的闭幕式的场馆 然后呢这个也是我们三亚现在就是刚刚落成的 可以达到5万人观看 就是演唱会的一个体育场 哎呀这我在吃什么呢 咱们三亚的海鲜 妈呀 三生三世之三亚之情 我明白了 这个是在大小冬天 对 你是想让三亚变成一个爱情之城 浪漫之度 它就真的就是一个非常被爱意包裹的城市 对 整个空气都是暖洋洋的感觉 哇 哇 这俩人 我们俩在运动是吧 在一个体育场 对 哎呀哎呀 哎呀 你还这么冷吗现在 这也是在我们的路过 这个啊 对这个是彩虹花道 好美啊 欣姐 这个就是我们大小冬天的必打卡地 是吧 对一个彩虹花道 然后它的那边就是大海 直接可以看着海然后冲下去 特别刺激 对 你真是好有心啊 把我们的照片 我们都批到上面了 这个弄上去之后 我觉得我好像好久没有到了桑 你漫步在耶铃当中 对 我就穿着这件衣服 耶铃对 对就是我作为旅游推荐 该应该做的事情 哦 这个是我们的永乐号的 那个三亚弯游船 怎么就好像公园真的驱了一样呢 这个不像去的 他现在就在那 虽然我们暂时不能去 但是还是希望你用你的歌声 带着我们去年轻的三亚 浪漫的三亚 充满活力的三亚 嗯 舞台交 来舞台交给你 嗯 嗯 Zither Harp 自由貌一杠 虔诚飞翔 你眼眸中的光 微笑迎接绽放 终梦自貌海浪 扬帆远航 那是爱的力量 给我指引方向 波澜壮阔曲窗 直属世界的光亮 那是爱的力量 给我坚定信仰 窗里蓝图片着 就未来依赖星辰大海 乘风火浪自貌远航 来 告诉我们 你今天带的账单是什么呢 我的账单就是想把我们 大海南搭三亚的美景 尽收眼底 所以我想要一台 天上飞的航拍 航拍器 三亚是特别适合航拍器 航拍器太美了 那一定是超级美的 来 带上你的账单 我们一起不如挑战 加油了 好的 加油 好的 那接下来两位选手 赢者五千元幸福基金 暂时失利的人 我会祝你幸福送你离开 各位 幸福转盘请启动 这项游戏的名词叫 分色移动 分色移动 分色移动考验的是 选手的观察力和颜色分辨力 人类之所以能够看到不同的颜色 那是因为 人类的失望膜存在三种细胞 它们分别是 感红色素 感绿色素 以及感蓝色素 它们会按照不同的比例 混合出各种颜色的光线 观察力 是指大脑对事物的观察能力 观察力对于一个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敏锐的观察力 才能尽可能多地掌握更多信息 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舞台上分别有 黄红蓝绿四种颜色 且每个颜色 有三个竖牌的圆盘 挑战者分别随机抽取一张图案 将圆盘移动成图案对应的位置 率先摆放完成的一方获胜 来 中华先抽取吧 嗯 不看 先别看 好的 三 二 一 开始 好 来 我给你拿着 你看吧 我给你拿着 你要看怎么能给它摆过去 怎么摆你也 对 要挪出位置 要挪出位置 对 这个有点儿类似于魔方 还不太一样 好 它把黄色挪到那个位置 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绿完了是红 绿完了是红 是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边也完成了一列 小心手 对 你把那个得清空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挪走 对的 对聪明 移过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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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中华已经完成了两列了 好的 现在就拼谁的速度快了 好 剩下的这个圆盘越来越少 也就意味着越来越明朗 现在拼的是手速 对 好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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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好 嗯 好 没有关系啊 你能说它有什么意义吗 好的 中华还剩最后一列啊 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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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还有最后两个 往这边 最后一个 完成 来 我们先验证一下中华最后的摆放位置 到底正不正确 好 第一列 绿红红 第二列 蓝蓝绿 第三列 红黄黄 第四列 黄绿蓝 完全正确 恭喜中华获得了5000元幸福基金 恭喜 没关系 在这里让我 祝你幸福 谢谢 送您离开 谢谢 祝您您也幸福 谢谢 大家都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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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中华是不是拿走5000元幸福基金 进入幸福基币选择时刻 来 接下来就到了幸福金币的选择时刻了 金币的一面是幸福 另一面是账单 请做出你的选择 如果选择幸福账单拿不到的话 那我还是幸福的 所以我选择幸福 选择幸福 好的 我想问问中华 你是想拿走5000元呢 还是接下来继续闯关呢 我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 所以我就拿走就好了 如果是幸福的话 拿走就好 知足常乐 对 好嘞 祝你如愿 看一看到底能不能 是幸福还是账单呢 心里有预感了吗 幸福 幸福 好的 我们也期待着她这幸福 期待着你马上能够拿到这5000元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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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开心了 你拼来的 对 好的 恭喜这花获得了5000元幸福基金 谢谢 祝你幸福 幸福 谢谢 太师姐 谢谢 稳稳的幸福 好的去三亚找你们玩 好 一定要来三亚找小辈 听到天涯海角来 真理四季爱唱在 孙心在 余欣 拜拜 拜拜 福宝 选择时刻 三 二 一 停 失败 聚 一 二 一 二 二 是你给我的礼物 你善意却起发轮回 为你歌舞 千门关是你对我 深深的思念 马尾佛下 愿为真爱混沌红颜 爱恨就在一瞬间 许悲读一语情丝天 爱恨又茫茫 问君好识的恋 雪花太多一米月 谁知我为心中好 随着月就忘怀 梦回大堂来 大家好 我叫徐孟玉 我来自福建宁德古田 在北京从事音乐教育工作 来自于古田 古田啊 好地方啊 宁德古田有什么特产没有 我们那边的话是有一些菌类 食用菌 对 是以种植这个食用菌为主 种蘑菇 种蘑菇 然后发家致富脱贫功奸 对对对 是的 你这么一说倒真有意义 来 上蘑菇 哇 这个蘑菇 哇 这个味道你闻到了没有 真是 这是老家带来的吗 对 都是老家带来的这些菇 谁带来的呀 就是我妈妈带来的 哦 她是前两个月刚来的 哦 对对 来看你 其实的话这次我妈妈来的话 不是为了来看我 嗯 是因为她生病了 然后她的眼睛视力出现问题了 来看病的 对 左眼几乎看不清了 因为在这个福州治疗了一段时间 哦 来北京看一看 住院了一段时间 对 然后没有好转 嗯 然后呢就转到北京这边 哦 对 但是之前刚刚来的时候的话 我每一次都要牵着她去做那种扶梯 看不清 看不清 她看不清就一脚就会踩空 就往下掉 现在能自己走了是吧 哦 现在好转一些 就是基本的看路能看得清了 哦 那就好 所以呢我就觉得 很安慰 会越来越好 对 对 对 这是妈妈带来的家乡菜 妈妈的片心啊 对 这些是她做的 然后呢 哦 妈妈做的 对对对 世界上最好吃的菜是什么 妈妈做的菜 对对对 来来来来来 先给我们普及一下就是 都是什么蘑菇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像开花大麻豆似的 这是 花菇啊 是花菇啊 对 这个就是花菇 那你猜对了 前面那种叫香菇 然后这边的叫花菇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它 菇面上面的一个裂纹 就能判断出来 这个有开花的裂纹 对 然后它的个头会更大一些 比这种香菇 花菇 对 就是这么大 对 然后它肉质呢 会更加肥厚一点 就是价格上的话 也会比这个香菇 普通的香菇会贵一些 对 对 花菇 香菇 银儿 对 这我知道 竹孙 竹孙 竹孙有什么功效 它对嗓子特别好听 它对嗓子特别好 对 这个叫茶树菇 茶树菇 对 茶树菇呢 它是长在茶树上吗 叫茶树菇 什么 不是 在茶树上 这个名字叫茶树菇 对 它又被称为一种食药蕴菌 就是可以单药用 就是可以 药食同用 对 起到治疗的作用 对 身体非常的好 对 然后这个呢 就是用茶树菇炒的这个 这个茶树菇 对 它腊肉炒的 对 腊肉炒茶树菇 这是太好吃的了 你尝尝鲜不鲜 我尝一个蘑菇 它有很多很香的蘑菇的味道 对 而不是腊肉的味道都在里面 对 果然是最好吃的 蘑菇跟腊肉 对 然后这个是炖汤的 对 炖汤的叫茶树菇汤 茶树菇炖汤 这是银耳粥 对 这是银耳粥 对 这是银耳粥 对 银耳粥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香菇炒这个五花肉 哦 这个是 苹菇吧 对 这个叫苹菇 对 苹菇炒肉片 对 苹菇炒肉片 对 你看不仅下饭 营养还丰富 是的 是的 还健康 对 就是无论走在哪里 家乡的味道 永远是自己最爱的味道 对 对 对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妈妈 啊 告诉我你今天带来的账单是什么 我的账单是爸爸妈妈的旅游经费 好的 来吧 让我们一起步入挑战区 加油了 福宝选人时刻 三 二 一 停 你们好 我是小欧 我是乐乐 我们来自北京 我们自己做的气球派对工作室 就布置现场的那个 很有趣的 就是把我们这个现场可以变成那个气球派对的一个 哇 是个童话世界一样 对 但是他们俩其实最初并不是做这行的 对对对 你最初的职业是 我最初的职业是高定品牌的艺人和媒体公关 你看 原来在高定品牌工作 你呢 我是之前留学过 然后也曾经就是大概有六年的外企的这种工作经历 你看 原来都是不错的工作呀 原来都是在外人眼中还是比较羡慕的一个工作 对啊 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喜欢吗 对 是因为喜欢 热爱 最开始的时候是我给自己的宝宝波波 设计了一个生日的派对 然后就是非常就是爱上了这一个行业 就是你没有想到效果这么好 对对 然后把爱好变成职业了 对对 我有在北京学习了专业的这个气球培训的课程 但是你毕竟还是外企工作 对对 那你家人就说你说我去做气球去了 你老公说干嘛你要 对 一开始我母亲其实小时候对我就是要求比较高的 是呢 对 然后自从我说了就是要做这个行业 她还就是比较 还有朋友们就比较惊讶这样子 因为他们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 但是当我布置完第一场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哇 太棒了 很美 惊艳 等我过生日的时候要帮我布置啊 是 对对 对 特别好 现在这个时代真的会有很多新的岗位 新的职业猫出来 先不要去抵制它 对 尝试一下 这就看一看到底是怎样的 对 气球能变出怎样的花样呢 来吧 让我们稍微感受一下就可以 好不好 好的 可以啊 来吧 这完成了 有一种 谢谢 好好看呀 感觉不一样了 这舞台 对 就像一个生日派对一样 真漂亮 我穿拿着这个有一种感觉 就是一下变成小女生 真的 就被宠爱 这不一样了 有点被宠爱的感觉 对 几位用心了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标志 还有我们的台标都在都有 真的 还有这个的标志 也是送给咱们节目组的 一个小礼物 我谢谢你们 我不太知道它能维持多久 半个月左右吧 哦 半个月左右 它都是这样子是吗 对 因为我们针对的群体 都是小朋友啊 或者是刚出生的宝宝 所以我们用的气球 全部都是特别安全的气球 包括这个飘起来的气球 通的气我们应该都是氦气 对 都是氦气 不能用氢气 很危险 都是不易燃的 对 都是安全的 有些气球也是可以 重复利用的吧 可以的 像这些铝膜的这种气球 都可以 对 都可以重复利用 它可以放气 然后再去充气 可以把它放掉 对 这也是很利于环保 对 不是一次性的那个状态 对 是吧 不是一次性的 这个很重要 你看它那个泡泡里 还有泡泡 这有什么感觉吗 对 那个里边 就这个里边其实就都有 大概50颗左右的小气球 也是送给两位主持人的 一个小小的惊喜 真的 这个有惊喜 准备好了吗 这送给我们呢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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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惊喜 太惊喜 这还用了惊吓 带一点点惊吓 但是这种爆破的感觉 也是非常好的 就整个的气球 散落下来的感觉 对 这种形式 我们叫它这个空爆球 对 空爆球 哇 小朋友就会抢这个球 对 会抢 真的 对 它里边的粉末 都是可食用的那个淀粉 真的 对 你吃的 吃吧 谢谢你们带来的这份快乐 告诉我你们的账单是什么 账单是什么 我们希望就是采购一套 制作气球的这个新的设备 对 好的 那我们就去挑战了 好的 来 我们一起步入挑战区 接下来两组选手要面对的就是 尖锋 时刻 两位挑战者共同观看一段精彩节目 然后坐上机械臂座椅 并根据刚才节目所出的20道题目 举起AB选项 给出答案 每答一题 座椅就会上升 题目回答完毕后 答对题目少者将会从椅子上掉落 议目反过 米闭肯 o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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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霸王别姬》中 《成蝶一》的扮演者是 A.张国荣 B.张家辉 电影《霸王别姬》的导演是 A.陈凯歌 B.张一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影《霸王别姬》中张峰毅扮演的角色是 A 小石头 B 小豆子 电影《霸王别姬》中 菊仙的扮演者是 A 张曼玉 B 巩俐 霸王别姬故事中的霸王指的是 A 项羽 B 刘邦 电影《霸王别姬》中 小石头是小豆子的什么人 A 师兄 B 师弟 霸王别姬是哪一个剧种的经典曲目 A 京剧 B 玉剧 霸王别姬一词出自哪部著作 A 三国演绎 B 史记 霸王别姬的典故出自哪一时期 A 楚汉时期 B 三国时期 霸王别姬说的是项羽和谁的故事 A 打几 B 鱼姬 电影中 袁世青的扮演者是 A 葛优 B 周润发 戏剧 戏剧演员 腰间挂的是哪种武器 A 刀 B 剑 主持人朱迅穿着的裙子是什么颜色 A 白色 B 黄色 提问团毕 我看那很多答案是不同的 真的 你们的答案不同率还挺高的 是的 最终谁会从座位上掉落下来 留在座位上的就会获得五千元的幸福基金 那在这里恭喜你获得了五千元幸福基金 恭喜孟玉获得五千元 也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幸福 也祝你们幸福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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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是不是能拿走五千元幸福基金呢 幸福金币选择时刻 恭喜孟玉成功地累积了五千元的幸福基金 那这五千元你是想拿走呢 还是拿走呢 拿走 什么想法 拿走 不想继续闯关了吗 对对对 你的账单是什么 我的账单呢 是爸爸妈妈的旅游经费 旅游经费 带着妈妈和爸爸 对 去全国各地去旅行 对对对 好的 敬一下自己的孝心 对不对 好了 究竟能否拿到手呢 还是通过我们的幸福金币的选择时刻 金币的一面是幸福 另一面就是账单 请做出你的选择 是幸福还是账单告诉我 我选择幸福 好的 祝你幸福 祝爸爸妈妈幸福 祝妈妈的眼睛早日康复 好吗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的 来看一看 到底是不是 是幸福 还是 账单呢 是账单 没有关系 留下来继续闯关 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幸福基金 好的 福宝 给小伙子选择一位对手 来 福宝 选人时刻 三二一 请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声音好有感染力 朱欣老师好 马亚老师好 真好听 我叫孙姨 然后来自山东临乙 一个三百多斤的小胖子 这就像小胖子吗 对对对 小胖子 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金属质感 经验到了 有可能是因为我比较胖的缘故吧 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生病 然后那时候就严重的营养不良 但是我妈呢 就比较疼爱我嘛 她就带我去打那种营养针 去调理我的身体 然后打了一个多月左右吧 我身体是调好了 但是这个体重 胃口也好了 体重啊 这个胃口啊 就也越来越好 然后就慢慢慢慢慢慢 就这样了 但是我真是觉得你的声音 是不是因为你有这么大的音箱啊 就从小就是老师都会说 哎 这个孩子像个音箱一样 就是让他去学音乐 但是其实我爸妈对我学音乐这一块 其实是很质疑的 但你是真的喜欢音乐是不是 是 我很喜欢音乐 我觉得你有这个才华 你能告诉我 你自己真心的梦想是什么吧 就是 其实我的梦想就很简单 就是我想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舞台 就是有一个属于我唱歌的一个地方就可以 那今天算是梦想成真吗 对 我是有两个 一个是要报仗的仗单 一个是我完成梦想的仗单 这个舞台是我完成梦想的仗单 你现在已经实现了 我已经实现了 那你另外一个人 是两个 另一个账单其实是 我想带我的家里的人一起去外面自驾游 因为疫情 然后我也回不去 加上爷爷去世以后 其实能去的时间特别少 家里没有一张全家福 这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没在我爷爷去世之前没有拍一张全家福 所以说 所以不能再有更多的遗憾了 要及时陪伴 对 及时陪伴 陪伴一下我爸妈 我也去照顾照顾他们 去给他们做一做我拿手的烤串 你爱吃烤串 对 我爱吃 然后也会做 太好了 然后一路上再来个路演 是有这个想法 是有这个想法 准备带个音箱过去 每天晚上唱唱歌跳跳舞 因为我妈妈会跳广场舞 我觉得我要是你妈妈 我一定会很高兴 在你和声道中跳舞 当然了 对啊 翩翩起舞 我还想听你唱 对 你再给我们轻唱点声了吧 能不能轻唱几句好不好 行 行 行 我轻唱两句好不好 有个简单的问题 什么是爱情 它是否是一种味道 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 现实甜蜜 然后境界就会有风雨 爱就像蓝天白云 轻空万地 突然暴风雨 无处躲避 总是让人失了不及 人就像换种感冒 搭着盆滴 发烧要休息 冷热脚底 你欢喜犹豫了 此不平 谢谢 我好喜欢啊 你要放开唱会更好 对啊 我相信你还会有很多机会 在舞台上唱歌 各个舞台上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先挑战吧 先抱张吧 好的 来吧 不如挑战去 如果这一轮你继续赢 你就是一万元的幸福基金 如果我们这小胖赢了 那你的刚才的五千清零 你赢得五千元幸福基金 好的好的 加油 来吧 幸福转盘 轻启动 这个游戏的名词叫 愿者上钩 愿者上钩 钓鱼 喜源于古代鲜民的生产活动 随着生活环境的安定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逐渐从生活活动中分离出来 成为一种充满趣味与智慧 有益身心的文体活动 双方使用鱼竿将鱼儿落入瓶口内 并吊起瓶子放入各自的区域 游戏过程中身体不能触碰横竿 且只能握住鱼竿手柄部分 率先完成五个瓶子的一方获胜 愿者上钩 三 二 一 开始 手要稳 好的 没有问题 好的 基本上是同步 这次都完成了一瓶 好的 稳住 好 拿出来 对 单手操作 不要操之过急 慢慢地在摸窍门 梦玉已经完成两个了 不着急 好的 不要操之过急 慢一点 不着急 不着急 好的 好 可以 都还有机会 对 往往这个时候每个人心态是不同的 好的 漂亮 漂亮 好的 现在目前又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这个时候就看谁的心态稳一点 漂亮 慢一点 慢一点 好的 最后一个 好的 孟玉加油了 这个时候真的是考验的是心态 这个时候真的是考验的是心态 好的 要稳稳的 稳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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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恭喜孙爷 获得了五千元幸福基金 恭喜 孟玉其实也很棒 差最后一个 差一点点 对 差一点点 祝你幸福 送你离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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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幸福 孙爷是不是都拿到五千元幸福基金呢 幸福金比选择是可 恭喜孙爷 成功地完成了五千元的幸福基金的积累 五千元能否顺利拿到手 看接下来你的选择 金比的一面是幸福 另一面是账单 做出你的选择 如果猜中了 五千元即刻拿到手 猜错了 留下来继续闯关 好的 你的选择是幸福还是账单 幸福 都选择幸福 对 那你内心的想法 是马上拿走 还是留下来 听天命 听天命都可以接受 对 好 那我就放心了 来吧 是留下来 还是拿走 来看一看此刻我手中 金比的上面是什么 你是留下来 还是拿走 幸福 拿走五千元 拿走五千元 就你幸福 棒棒的 祝珊人幸福 父母再见 好的 要加油 老日成行 要坚持梦想 好嘞 今天幸福账单的现场 来了两位账单分享人 他们将与电视观众 分享自己的幸福账单 有请第一位账单分享人 祝珊人 赛分享人 永远 愿安安坏的三声韬 如同为真 天作狐狸走出来我 孟国城 头戴金冠 鸭双饼 当天的铁铁墙 我又披上飘声 帅子弦 小路远 刀打的母子真强困 上啊上下说 我那方天空 无是回娘 谁聊笑 我无是三岁 有关三群岛 好嗓子 可不是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鹊来自山东辽城 难怪这么喜庆 人家叫喜鹊 他一听这嗓子 一亮 学戏曲 专业科班 通过科的 对不对 是吧 多大开始学戏曲 我其实从小就开始学戏曲了 因为我是出生在一个戏曲之家 难怪 我爸爸妈妈 叔叔婶身 包括我爷爷和我奶奶 他们那边的亲人 都是戏曲演员 或戏曲乐队 家传哪 对 所以我是六岁就登台演唱 当时我记得话筒很高 对啊 我很低 怎么办 我都不着怎么办呢 最后一句的时候 全场两千多名观众 我也很紧张 但是我必须得够着 我就跳起来唱 真的吗 是 那大家一定为你叫好 对啊 是这样的 刚刚六岁的娃娃 你想想 我看过很多这个学戏曲的孩子 我真的能吃苦 小孩就勒头 娃娃哭 一上台 哗那个 我真是佩服 学戏的孩子吃得了苦 我记得我曾经去实习的时候 也是一场大戏四十五分钟 我在那站着 直接就晕倒在台上 哎呀 真是吃苦吃过来了 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现在还是做戏曲演员吗 没有 虽然我是学习了戏曲专业 但是没有从事这个行业 却误打误撞地成为了一名节目主持人 哦 真的 真的 很惨愧 在哪里 我在北京 但是呢我现在以商业主持为主 那曾经呢也是非常有幸地主持过很多晚会 比如说我曾经连续是四年主持了北京的怀柔区的春晚 啊 真好 对对 正好贡宝不在 你就补充一下我们的主持力量吧 正好也被承三宝了 对对对 我真的非常的荣幸 也很高兴跟两位老师在一起 我很感动的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演员 什么样的选手来到现场 你们都愿意成为我们的绿叶 就像我们说点亮了自己照亮了我们 所以很感动 就是你们追梦路上的陪伴者就好了 让你们发光发亮 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么看 帅子气 你唱戏的精气神真的很好 那个时候的你是发光的 而且我觉得戏曲对主持非常受益 这个根就在那儿 就什么样的台 他都能hold得住 就是因为他心里有戏 对所以说什么叫气定神弦 就是这个意思 他能稳稳地立在台上 试试看吧 因为欲举我确实不大行 你来 难道我就行了吗 我觉得你是歌唱家在我心里 你是歌唱家在我心里 主要你的伴想好 我的伴 伴想 有伴什么 木鬼鹰吗 嘿嘿 亲啊 接下来呢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唱段 是来自玉剧《朝阳沟》当中的 庆家母对唱 那不是有三老太太吗 特别适合今天三个老太太 没有老爷爷呀 你不觉得这个你扮老太太 比老太太还老太太吗 好吧 来吧 饭上 亲家母 你赖了 赖了赖了 亲家母 你可赖了 亲家母 二大娘 你得热亲家母 赖了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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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 饿不饿呀 可饿 那啥也没有 我家里 亲家母 哎咱 坐 坐 咱都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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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就是我没有坐 亲家母 你坐下 咱们说说执行话 中 亲家母 不算都坐下呀 咱们随便儿拉一拉 老嫂子 你到俺家 尝尝身够的大西瓜 中 自从银环离开家 直到你心里长牵挂 出门没有带被子 十几荒芒离开家 您到屋里看一看 他铺的什么 铁的什么 做了一创新不改 新链新调新面华 在家没有中国地 也此处把它没有拿 家里地里都能干 世人见了就人夸 有啃家里有文化 不愁当一个啥 啥 当一个农业科学家 对 当一个农业科学家 好久没有唱过玉剧了 但是我是有一份小心愿 能够在现场实现 因为我的玉剧的启蒙老师 其实是我的爷爷 对 我记得小时候 他们老让我唱戏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唱戏 那时候不理解戏曲是什么 为什么要唱 但是现在我知道 可能他就是一份传承 我爷爷就一直想让我成为 一名戏曲演员 但是没能实现 那今天爷爷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今天带着我的心愿 也是爷爷的心愿 来到了幸福账单的舞台 希望我可以给爷爷一个 完美的消费 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有机会的话 真的好好地伴上 然后在舞台上展现一下 你的头子勾 以你现在的嗓音 你的状态完全不胜任 一告为爷爷的心愿 好吗 是 是 谢谢二位老师 今天这是一个小刺牙 我相信以后 你不会是第一次 来到幸福账单的 我期待着 下次你知公知令地 给咱来一段 好吗 你的账单是什么来着 学到这儿 我的账单其实就是 可以拥有一套戏曲的行口 就是戏曲服装和投饰 庆甲牧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咱们去哪边哪里了 好的 来吧 保持那一颗感恩的心 努力比抱怨更重要 别浪费生命 没分没秒 轻轻地付出了 像回报 坚持那一颗勇敢的心 一定是事物愿西上美上 拥有大大的喜剧 轻喳喳的角 等上了枝头把喜事儿抱 夜年千笑如一朵花柳 随随年年喜年 风行到朝 红彤彤的鱼丝 甜蜜蜜的笑 大家一起去 白河祭照 夜年幸福美貌 好运来 千千康康 光顾美情 凉笑 红彤彤的鱼丝 甜蜜蜜的笑 大家一起去 白河祭照 夜年幸福美貌 好运来 千千康康 光顾美情 凉笑 千千康康 光顾美情 凉笑 有请第二位账单分享人 战斗的号角 早已经吹响 勇敢前行决胜 沙场 勇于正先锋 里做好儿郎 不去牺牲 勇敢的向前窗 我们丢重担 来吧 使命扛 十四里 正手我刚强 君歌流量 热血 抛洒战场 挣作英雄 神匹 荣光 我怀着团结 毕生的信念 远了日上 不怕任何艰险 不怕任何艰险 无论是阴寒枯 疏敢欲去磨练 这天众人由我来当 你好 欢迎你 来 先自爆家门吧 大家好 我叫孟凡希 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同时今天看我的穿搭 我也是今年刚刚 退伍的一名军人 在退伍之后再读高校 是的 真好 刚才唱的歌是什么名字 刚刚我唱的这首歌叫 英雄精神 这首歌呢 是我在部队期间 原创的一首 作词作曲的歌曲 是源自真实事件是吗 是的 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 我在部队期间 参加了一个任务 就是一个紧急任务 当时呢 我们是在吃午饭 然后突然呢 听到了这个紧急集合的哨声 说是我们驻地周边发生了火情 然后要求我们立刻去前去驰援 命令下达之后 我的内心其实是又紧张 然后又有点害怕 因为是第一次去参加这种任务嘛 我一下车就看到了这个现场 真的就跟电影一样 就是这个火场 火势就是特别的大 我记忆深刻的就是 在火场之前的入口之前 有好多的当地的村民啊 围观群众 我们是与他们是擦肩而过 当时我内心的想法就是 如果是在两年前 可能是我会站在他们这个位置 去看这些逆行者们 往这个火场里去冲 但是我当时身背的是 当时得有重达80斤的一个灭火器材 也做美丽的逆行者 是的 是的 然后到达火场之后 就是感觉就跟进入了蒸笼一样 浑身已经湿得透透的了 然后经过我们一天一夜的奋战 灭完火之后 我就是放眼一望 当时我们所有的战友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磨黑磨黑的 黑黑又黑又黑的 我就突然的就是感慨 因为我穿上了这身军装 然后身处在这个环境里 我觉得作为一名军人 应该所承担的这个责任 是很重大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个小伙子讲述 是在他当兵的过程当中的一次 最为难忘的经历 也是你现在最为骄傲的一次经历 现在是在校大学生 是的 学什么专业 我是学流行演唱 我利用了我的所需专业 然后在部队参加了各种演出啊 排练啊 然后就是成为一名基层的文艺骨干 这就是在部队的时候演出 跟乐队一起合作的 你们的这个生活还挺丰富的 是的 是的 我每年不是做八一晚会吗 有一年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是装甲兵 装甲部队 有好几所知名高校的大学生 全在部队里当新兵 所以当时我看着清华呀北大呀 这些高校的学子 穿着军装哗往那一坐 一个当兵的样子 我其实我特别感动 就在学校里可能 偶尔会有一些懒散的样子 但是一进部队完全不一样 当过兵的人 一辈子腰杆都直直的 没错 而且喊到他名字的时候 永远是那一声道 道 而且最大的改变并不是外形 而是内心的这份坚韧 遇到危险的时候 不是每个人不害怕 而是真的确实很害怕 但是我们勇往直前 逆向而行 这才是当病人真正的样子 你现在的专业是流行音乐 是的 那把你现在的歌声 留在青春的舞台上 好的 有请 我再留给你 谢谢 谢谢 我再留给你 也挡不住对你的思念 时光流转 梦里不变是你的容颜 这年少的梦啊 翻阅着青春的故事 最美的年华 在哪里生根发芽 这年少的梦啊 与朝阳一起出发 任时光仍然了岁月 却带不走我的牵挂 带不走我的牵挂 年少的梦 带领着的梦想继续前行 告诉我你的账单是什么 我的账单呢是歌曲制作费 因为我是想再做一些更好的歌曲 然后送给我们的老部队 今天正好也可以多交几个音乐人的朋友 是的 是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看完我们的账单故事和游戏 您是不是也想报销你手中的账单 分享属于您自己的故事呢 人人都有账单 人人都有机会 赶快带上您的账单加入我们 我们在这儿等着为您买单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节目资讯 别忘了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 打开综艺频道页 往期内容随时看 幕后花絮 抢先知 与社群好友边看边聊 同时还可以登陆央视文艺客户端 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进行互动了 还是那句话 幸福账单 为您买单 下周再见 再见 大家好 我今天大四也来自北京 我们说好的那个什么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 对 就是在叫人吗 对 《青春美少女》组合是咱中国第一支 第一个女子组合 对 老师的自豪 有力量 求尽有力 凭转斑瓦琪 早着呢 啊 好的 六分